再次正式解釋 6名直升機墮海事故中遇難的軍人的家屬 同總理杜魯多 出席遇難者寧舊歸國儀式 本國疫情不成議的死亡病例 来自长崎护理院 世卫组织警告 如果疫情防控不当 将会导致二次封城 本国军方今天在安省川顿空军基地 为一个星期前 在直升机聚海事故中遇难的六名士兵 举行了一场疫情时期的 特别围体归国仪式 首先为了遵守当前的社交隔离政策 只有一部分家属 政府和军方代表出席 而且包括总理杜鲁多在内 所有人都戴口罩 另外因为军方到现在 只是打捞了一具遇难者围体 23岁海军中尉Abigail Calbro 所以今次围体归国仪式 只有他一副棺木 上面覆盖着国旗 由8名军人送上零车 其他5名遇难者 只能用他们的军母等物品代表 据报道 军方已发现其他遇难者的残骸 但目前还无法确认身份 空军基地仪式结束后 运送遇难士兵的车队 原住被称为英雄高速的401高速公路 前往多伦多 沿途有很多国民辉母国旗 迎接他们归来 国会讨论新冠肺炎疫情的委员会 召开第二次现场会议 反对党质疑 自由党政府的招援措施不足 由恩亚洛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